本节目由人人都能用的商业调查工具 天眼茶支持播出 您听说过脊柱侧弯这个疾病吗 正常人的脊柱从前面看是直的 患有脊柱侧弯的人脊柱弯曲导致身体变形 患者不仅要长期忍受病痛的折磨 严重的还会影响心肺功能 甚至导致瘫痪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委托人 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时尚造型师陈先生 陈先生被确诊为患有脊柱侧弯 医生建议他先保守治疗 一旦压迫神经就只能通过手术来治疗了 尽情沮丧的陈先生 这个时候在网上看到了一位网红博士程某 宣称可以通过做动作 让脊柱侧弯的治疗效果是立竿见影 在2017年7月27号 陈先生来到了程某的工作室 进行所谓的矫正治疗 这一次治疗 直接导致陈先生是当场昏厥 幸亏抢救及时 陈先生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我们在病历当中看到 工作室助理陈述的陈先生 是在针灸治疗中昏厥的 可是在后来的维权当中 工作室就再也不承认 他们进行过针灸治疗了 两位网红在微博上互对了起来 没过多久 又传来了一个消息 这个负责治疗的网红程某 对外宣称 在网络上跟他争吵的这个陈先生 其实是他花钱过来 给他炒作的 究竟谁的说法才是真的呢 就在前几天 陈先生通过微博 与我们取得了联系 法为神末 助为初心 律师来了 现在开场 下面有请今天的委托人 陈先生 根据本案例 我们请到的律师有 邓丽强律师 擅长领域 医疗纠纷 林建豪律师 擅长领域 合同纠纷 侵权纠纷 公司治理 法律纠纷 何宁律师 擅长领域 医疗纠纷 我承诺 对本人在节目中的行为 和陈述的真实性负责 那您的这个脊柱侧弯 您能转过去 我们看一下吗 可以 从后背和侧面 能看到好像肩膀 一高一低 有这样一个倾斜是吗 对对对 那您的这个程度 属于是脊柱侧弯的 45度 是属于一个界定值 大概就是45度以下呢 相对来说会比较轻一点 45度以上 可能就要接受 接受手术的治疗了 您这个等于 刚刚卡在这个45度上面 对对 就是一个尴尬值 那您赶紧来 把衣服穿上 好 谢谢 然后我们先坐下再说 好 谢谢 刚刚我在开头的时候 也跟大家说了 这个网红成某呢 对外宣称 说您啊 其实是跟他一伙的 他花钱请您 来替他炒作的 这个您在我们节目里 说实话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纯粹的 就是在诋毁 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 是我在网上发表一些 对于他的一些做法 然后有网友就加了我 因为这个网友他说 他也是没笑 因为陈某那边 号称是无效退款 当场见效 然后这个女生就去找他退钱 就问他说 为什么现在微博上面 还有一个陈柴 在说你对他进行治疗的时候 出现了问题 并且休克了一个小时 那我现在对你的这个治疗 我存了很大的疑虑 并且我现在是没有效的 然后要求他退钱 他说你不要相信那个人的话 就是不要相信我的话 然后他说 他说 陈柴是我们找过来的托 然后呢 先把我炒黑 然后再洗白 然后这样会有更多的粉丝量 是这样 然后会起到一种宣传的效果 因为我现在的微博的头像 是叫挤柱测弯 揭露挤柱测弯骗局 然后我发的微博呢 都有很大的阅读量 大家信你吗 信 很多人信 微博里我也搜了一下 我就随便一搜 就发现这个微博里面 有很多人都说 能治这个挤柱测弯 各有各的办法 有很多 那么多 你是怎么从那里边 就找到了这个陈某呢 陈某首先 他是一个微博大号 他有一定的粉丝量 有多少 现在是64万的粉丝量 那还真是不少 其实我在观察他的时候 他还有一篇微博 是最打动我的 那就是他对挤柱测弯这个问题 他有说他在申请专利 目前工作室正在 致力于挤柱测弯 矫正技术的专利申请 专利法第25条 非常明确的规定 诊断治疗方法 是不可以申请专利的 为什么 第一 诊断治疗 是给人类带来福祉的 给更多的患者带来帮助 第二个原因 诊断治疗 它也没法量化 它的商业价值 刚刚可能也没有太看清 您的这个挤柱测弯的一个程度 我们通过X光片来看一下 从这个片子上看 您确实像是特发性的挤柱测弯 除了手术治疗之外 保守治疗 没有一出而就的这种方法 我们听到一个 让我们感到很害怕的词 手术 这个挤柱测弯的手术 到底网友们是怎么看的 他们是担心害怕 还是会勇敢地去支持呢 我们来看一个大数据分析 有请李峰老师 有64%的网民认为 这种手术存在一定的风险 有17%的网民认为 只要是正规的治疗方案 就应该去接受这种手术 通过复联网的数据 统计到了脊椎测弯的年龄成段 发病的年龄成段 主要是集中在12到18周岁 以及55周岁以上的这部分人群 这个并零化的趋势 好像很明显 对 我看来是12 应该12到18岁 有30%多 天哪 这个事让我们感觉 还真的是挺揪心的 比方说现在很多的孩子 他的家庭作业留得特别的多 长时间的久坐 包括如果坐姿不是很端正的话 就容易发生挤住 次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看了今天这期节目 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 还真的关注一下自己的孩子 另外您刚才也提到一个关键词 说当场见效 无效退款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回去按要求继续练习 郑重声明 当次无效 不收费 多次矫正 效果更佳 到了那之后见效了吗 过去以后 他会给你拍一个罗上升的照片 然后教你做一些动作 然后把这些照片 然后翻过来给你看 就说是直了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觉得直 他说 你看这么直 我成功了 他就这样说 就在那个工作室里面 就高声大叫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就这样子 因为他说他成功 其实给了我一种心理暗示 真的是直了 他说你不信 你用你的手摸一下 然后我摸了一下我的脊柱 他说你看 是不是直了 是不是直了 就一直逼你说直了 患者都会觉得 好像是不是有一点点改善 改善付钱 付了多少钱 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是两个半小时 程律师 这种误导性的宣传 其实是构成您这个 达成这个购买行为 购买它这个服务的一个 这个主要原因了 好 那关于这方面的相关规定 我们请我们现场的法务助理 来为大家宣读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 除医疗 药品 医疗器械广告外 禁止其他任何广告 涉及疾病治疗功能 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 或者一时推销的商品与药品 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 那陈先生您去了 然后这个我成功了 然后那个直了 那就走了呗 这个治疗就结束了 一万多元一交 对 就结束了 我回去以后呢 第二天有做了这些动作 稍微有一些些不适感 但是呢 我就 那个动作是什么 动作那么神奇 能给我们现场演示几个吗 因为是要趴在地上的 然后他要让我们这样子 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 然后要让我们的 因为我是往这边弯的嘛 然后他要让我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如果能给我一个脸部 因为他还有对我的脸部要要求 然后眼睛要这样看 对 脸部 脸部还有要求是吗 对 眼睛要往这边看 要这样看 对 然后舌头还要顶着这边 然后头要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好像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的 好 您先回去 我们请坐 陈先生 我来评价刚才你这套动作 两个字 荒唐 因为我们医学上要说一个方法 有效 没效 我告诉你程序 第一 先有理论基础 第二 做动物模型 第三 做动物模型阳性以后 向伦理委员会申请 在这种情况下 经过严格的对比 才得出有效 没效 这样的操 根本不会对你的治疗产生任何的好处 那我更关心的就是说 没做这个动作之前 和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你的身体状态 这个之间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说不一样的地方 有很大的差距 我曾经有一次真的是痛到 爬不起来唱 有一句话我挺想送给你的 任何事情不要看广告 看疗效 你到工作室之后 有没有和他们签订书面的协议 他那边所有的人 他都不会跟你签任何的书面协议 都是在微信上面 并且我的转账记录 也都有提到过 脊柱车弯矫正的费用 实际上我们陈先生和工作室之间 你们建立了一种合同关系 那么这个合同关系 我看了一下初步的证据 从您转账的记录 你们也注明了 这个费用的用途是什么 对 同时你们对疗效也好 对治疗的费用也好 包括可能当场见效 在你们的微信聊天记录里面也有 对 那么这些都是构成 你们建立合同关系的证据 陈先生 您说您后来实在痛得受不了了 您就要求我一定要去找他去见面 对 我第二次过去 然后他就直接给我扎针灸了 这是导致您昏厥 对 导致我昏厥的原因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当时他就让我躺下 然后就拿了针 在我的额头和膝盖上的两个疤 就有点像捅下水道的那种方式 前后左右的这样子在里面捅 捅到我实在已经是无法忍受 中间我有叫停 然后他还是继续在捅 最后在扎到我膝盖的这个疤的时候 我就直接就没有任何意识了 然后后面我晕倒以后 然后就打了120 也是他那个助理打的120 然后当时我找120要到我的病率的时候 上面有扎针灸的记录 我们看一下 患者同时速其半小时前行针灸治疗时 突然呼吸急促 四肢麻木 太可怕了吧 这个针灸我也扎过呀 首先它是根据穴位吧 不是根据疤吧 针灸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博大精深的传统疗法 但是我们说由疤痕引起脊柱侧弯 同时针刺这个疤痕就能治疗这个脊柱侧弯 简直是荒唐之急 我没有办法进行其他更多的评价 但是在此呢 其实我是想为这个针灸证明的 正规的针灸不是这样的 据陈先生讲述 事后他也对针灸疤痕治疗脊柱侧弯产生过质疑 当其询问程某时 得到的回复也只是让陈先生 自行查找相关文献 到底中医能否治疗脊柱侧弯 我们听听广安门医院针灸科的田主任 他怎么说 经过针灸按摩 贴符或者是局部用药物 贴符或者吃中药 可能减轻他的症状 或者是以后就腰部疼了 但脊柱侧弯 终于没有直接的方法把它入植 谢谢田主任 您说您在微博上 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揭露 然后有很多的网友 阅读 然后留言 也都很赞同你 支持你是吗 非常非常支持 他们感觉好像跟您很有共鸣 那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 就是脊柱侧弯的患者呢 有 我联系了很多 但是愿意站出来的 其实是寥寥无几 他们更多的顾虑是什么 您了解过吗 更多的顾虑 所有的女生在她那边呢 都会进行一个拍照 裸上身的拍照 更缺德的是 她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的情况下 把我刚刚看到 你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片子 然后po到网上 然后还调侃了一句 百年难得一见 九七十八弯 我就觉得很过分 如果你是一个医生的话 你私自地把病人的隐私 甚至是病人的 直接的这样一个 拍好的这样一个X光片 发到上面 然后还用调侃的方式 因为调侃就代表着 你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意图 去引导哪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这个医师 他有没有医师资格我不知道 但是起码是没有医师道德的 你是针灸之疗导致的昏厥 相关部门有去那查过吗 有查过 我第一次去 去举报的时候 举报他非法行医 然后相关的部门 就去他那边查过一次 然后没有收到任何的 关于针灸之类的东西 我们的编导 也是通过委托人陈先生 提供的资料 通过天眼查 查到了公司的相关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天眼查数据资料显示 陈某担任股东的 北京某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目前的经营状态 显示开业 企业经营范围特别指出了 健康咨询方面 不包括诊疗活动 所以并不包括 其在微博上宣传的 运动康复矫正治疗行为 但是该企业发布的 最新招聘信息内 体态评估员 与网络营销职位 均与治疗行为有关 好 那我们的编导呢 也跟卫生局取得了联系 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你来这里做的是 什么目的吧 到这儿来 到这个地方 它的症状 我就是把我的问题 找到根本原因 然后从根本原因对着下药 那对你有诊断和治疗吗 有啊 刚才就在诊断 对啊 刚才就在评估 诊断治疗 还没有评估 是评估 你说话必须要专业术语 评估 不是诊断 是评估 如果就是动作 就是刚才不是说 我让你做了什么了 你就如实说没事 我就做了一些 比如说让你转一转啊 然后扭一扭这种动作 对 做动作 对 评估 那你这里有医疗 结果这些许可证吗 没有 没有是吧 那你是医生 或者护士 有没有 有心理资质吗 没有 没有的相关资质是吧 我的依据是那个 解剖列车那本书 我应该去看一下 那我看一下 那我问你一下 你会运用医学的理论知识 对于您的客户 都是诊断和治疗吗 说 就是 我不管是医学还是怎么样 我是 你看像这本书的作者 他也不是 就是他也不是 他今天是一个文学家 他也不是说一个医生 他发现人体是有联系的 那么我们今天去的 这个场所的话 虽然具有工商业执照 但是它不具备 医疗机构直约续许可证 那么像这种场所的话 它是不能开展医疗行为的 虽然说现场 当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间 没有发现它开展 相应医疗行为的这种痕迹 和医疗行为的这种情况 但是我们会持续地关注这个点 多次对这个点进行巡查 一旦发现它 如果确实是有这相应的行为的话 我们肯定会依照法律法规的 这种相应关的规定 对它进行严厉地查处 四位律师对刚才的这段视频 包括承诺的这样一个表达 怎么看 当这个卫生部门的人去查的时候 它这个墙上的logo写了脊柱侧弯 那其实这个脊柱侧弯的描述 跟这个后来甭管是不是针灸 还是别的这个运动方式 给这个陈先生提供的治疗 是可以对应的 我认为就是对于在检查的过程中 没有检查出它针灸的器具 不能证明它没有对患者 进行医疗行为 何律师说法我很同意 评估就是康复医学上类似诊断 但是比诊断更精细 所以这就是一种医疗行为 我们看到这个短片里面 这个程某拿出了一本 他所谓的这个依据的这样一个书 他说是一个文学家 写的叫解剖列车 林律师您有怎样的分析 哪一本文学的作品 竟然当作给别人诊断 给别人治疗的一个依据和根据 我想本身是很荒唐 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而且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 那事情到这儿 我们也基本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了 您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有三个点 第一点要证明他对我实施了针灸 然后构成了非法行医 第二个诉求 我希望他对我有一个公开性的道歉 然后第三个诉求是 希望他把我的物工费赔偿了 物工费是多少 物工费我当时因为要去韩国学习 期间有七七八八 加下来有五万块的物工费 如果可能的话 我还想为在他那边受过伤害的人 希望他能够对人家进行一个 无效赔偿的这个事情 因为对于我这方面来说 我的物工费我可以不要 我可以把它拿出来 全部捐献给相关的一些慈善机构 我自己也会拿出一部分钱出来 捐献给慈善机构 我今天我主要是想要告诉大家 在维权的道路上面 我们不能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 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不能放弃 好 那接下来就听听 我们四位律师的代理思路 我非常赞赏您走出来 我也更赞赏您说我要做公益 把赔偿捐出来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考虑另一种思路 这件事您就放弃个人的索赔 把它纯粹做成一种公益 为什么 很可怕的是 它有64万粉丝 它会耽误人的治疗 同时也更会让我们的社会诚信体系 大打折扣 所以我们应该走投诉 我们应该走曝光这个路 让社会看到这样的骗子 没有任何在生存的空间 让社会看到希望 我赞成邓律师的说法 我可以放弃我的赔偿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可以走两条路 我们通过投诉 要求卫生行政部门对他的行为 对这个工作室取缔和处罚 还有一个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隐私权 受到侵犯而要求他来赔偿 我希望你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以后 对于他人是一个示范效应 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站起来 来学会自己维权 我想第一个 投诉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那么向主管部门进行投诉 我想随着受害的人不断地增多 那么投诉的次数也会不断地增多 会引起主管部门的注意 那么第二个通过诉讼 就是法律维权的方式 同时要赔偿 因此造成你的损失 比如说你的务工费 比如说你能举证证明的其他损失 那么这样都是你的合法权益和合法诉求 我有三点这个代理思路 第一个就是还是继续向这个 卫生部门来投诉 那第二点代理思路就是 咱们走心权的赔偿 那么第三点就是提起集体诉讼 有可能做完这期节目 会有无数跟你一样的患者 主动找到您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集体诉讼的方式 来补充彼此不足的证据 那接下来请四位律师 思考几秒钟 最后做出一个选择 是否愿意替陈先生 代理他的这个案件 好 现在四位律师是都选择 愿意代理您的这个诉讼 您想选择哪位律师 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 好 那请做出您的选择 我选择邓律师 跟我一起维护正义 挑请邓律师 邓履强律师 来自北京市华为律师事务所 擅长领域医疗纠纷 依据委托人 在律师来了节目中的承诺 且在其表述和提交的证据 完全真实的情况下 节目录制结束后 邓履强律师所在的 北京市华为律师事务所 与陈先生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 案件能否圆满解决 我们将持续关注 七旬老人何以打伤小伙 我让一个老大爷给打 自家物品竟然不翼而飞 一本电脑 单板镜头 还有无线键盘 双方各执一词 我认为这个东西 他的所有权是我的 儿子对于发作的 还挺下脸的 真相究竟如何 你是骂他了还是怎么着 进行收看 律师来了本期案例 邻居大爷打了我 好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 到底是谁呢 我叫刘果恩 来自燕郊 我让一个老大爷给打了 可是您是一个小伙子 您怎么会被一个大爷打了 多大岁数的大爷 目测是60到70岁吧 今天我们请到了四位律师 来帮助你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您好 请宣读这份声明 并且签字确认 我承诺对本人在节目中的行为 和陈述的真实性负责 好 请签字确认 刚才您提到说您被一位大爷给打了 当时胳膊上还有手腕上都是掐伤和瘀青 这是您的手臂 对 抓伤 可以看到中间是有一道红的是吗 这是被抓了被挠了 对 然后在前端右上角也有一块瘀青 这也是手臂吗 上臂 上臂 像是被一个面积挺大的东西正面锤了一下似的 拳头 我觉得这个刘先生的伤情应当是叫轻微伤 那么从我们刑法规定来讲 可能还达不到一个故意伤害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么一个程度 那我想问一下刘先生呢 您说这个打架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啊 什么时候发生 在哪发生 这个时间发生在8月19日的晚上8点40分左右 在哪呢 是在我住宅我的自己家里 在您自己家里 对 您被一个大爷给打了 是的 大爷您认识吗 是您亲戚吗 并不认识啊 那他怎么进您家了呢 就是之前我去开门 然后一开门之后 他们一家四口人就闯进我的家里 把我推到客厅的中央 然后进行辱骂和殴打 我当时我被打之后 我一开始有点懵 然后我迅速地把手机打开了视频录制功能 你瞅着 不是 我不偷要把你偷了钱我算一半点 我不要那码没用 我们不要 你们有用码没用 你看 我们今天这是要装修 谁叫装修 你 别打人好吗 我那个咱们可以去物业视频监控那看 那个已经就是您六点钟 七点钟 八点钟都来过 我要那没用 咱 不是 我要那啥用啊 我们家不去 我要那干啥啊 我才又卖不了 你等着偷拍我也卖不了 不是 我 我也不是 我不知道谁拿 但是我看到视频是他拿的 你别动手啊你 这是你当时偷拍的视频是不是 对 所以画面并不是有很多的内容 但是我们听这个声音啊 可以听到您的声音 对 还有一个很激动的声音 那个是那位大爷 对 打您的大爷 对 我听到了几个词 一个说拿东西 对 还有一个说什么偷东西 对 是吗 这个事和拿东西偷东西有关系吗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就是前一天晚上我在收拾 是整理个人的物品 我把一些个人物品放在楼道里了 然后呢 一直是持续到19号的凌晨两点 我当时太乐了就回去休息 然后当第二天我早晨10点40的时候 我醒来打开门一看 发现放在楼道里的一些个人物品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放了什么东西啊 有一些这个像纸箱纸盒 一箱百岁山矿泉水 还有笔记本电脑单反镜头 还有无线键盘 以及一些其他的私人生活用品 为什么放在了门口呢 因为我吧 我的职业是做电商的 家里存放着大量的飞机和商品 还有一些快递垃圾 我当时因为长期不在家 这里是作为仓库使用 所以说我当时就是想用这两天时间 把家里清理出来 这么贵重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占地方 家里真的有没有地方放吗 是的 家里现在基本上就是进去出 出行都比较困难 一点地方都没有 那您是怎么确认是大应 把你的东西给拿走了呢 就是从那个监控上看到的 从监控上看到 对 您住几楼 我住21楼 据我所知 我事后咨询了一些邻居 他们反映说 这个五楼的老头和老太太 他们是平时是做收费品 来维持升级 然后他们一般是晚上 从楼道的顶层走楼梯 然后去检查每个楼道里有没有存放那些纸箱之类的东西 然后把它收集起来 您发现是您的邻居把您在楼道里放置的物品给拿走了 对 这是当时您写的一个物品清单 物品的清单 有紫砂壶 有背包 化妆品 我们发现 又出现了一个楼层 13楼 13楼这人家也拿了吗 从视频看到 在八点多的时候 五楼的老太太和13楼的老太太一起来到21楼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监控视频 看一下就是在凌晨的3点33分 够早的 我们注意看右上角是停在了五层 这是您第一次发现大爷拿东西是吗 对 这个纸盒的是你的吗 是我的 来到了7点半 从21楼往下 我们看到这位阿姨就是五楼的大妈 对 这是去到了五楼7点半的时候 把东西拿到了五楼 好 7点34分 仅仅过了大概两分多钟之后 这位阿姨拿着东西再次进入电梯 从五楼往下走 时间来到了8点41分 这个穿粉色衣服的人是谁 应该就是13楼的大妈 这次我们看到是从20楼往下走的 你家不是住21楼吗 因为我们家门口它是有一个消防通道 可以从楼梯 顺着楼梯来到不同的楼层 一分钟以后 他们来到了13楼 对 这拿着纸盒书包等等 这个大妈到了 这是五楼 8点42分左右 好 小刘 你说你丢了很多东西 是不是 而且刚才我们也看到监控里面 并没有拍到 他拿走了全部的东西 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律师的 如果我们只看这部分证据的话 它似乎是不够完整的 不是有那么强的证据链的 其实你的证据给你所谓的诉求 就是你列的策畔清单是对不上的 那我们可能还需要结合一些其他的证据 比如你有没有其他的证据 比如证人证言我们说的 那你丢失了东西以后有没有报警 在审判工作当中 我们有一个是法官自由新政的原则 那么对于证据的判断 可以根据一个高度盖然性的标准 高度盖然性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73条规定 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 分别取出相反的证据 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 否定对方证据的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 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 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 提供证据的证明力 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 予以确认 这个视频当中 包括我们之前打人的 这个视频当中 也都有相应对案件的叙述 通过整个的证据链条 我现在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 确实是这13楼和5楼的居民 将我们刘先生的物品拿走了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有几个证据很关键 首先包括一个13楼 那位居民的证言 他们家人把所拿的 现有持有的物品 都归还给我了 包括什么 像单反镜头 还有笔记本电脑 两个帽子 一些首饰和个人物品 据13楼住户说 自己确实与5楼住户 一同多次驱走 刘先生放置在家门口的物品 包括扫地机器人 笔记本电脑 单反镜头等等 但大部分自己拿走的 都还给了刘先生 未归还的物品 都在5楼住户那 好的 我们看到 这个证据应该说 对小楼还是很有力的 讲得很清楚 也基本都承认了 那我想问一下 他承认了 5楼的大爷大妈 他们有承认吗 之后就要说 他们都是不承认的 我们又和13楼的人 一起又来到了5楼 这时开门的是 大爷大妈的儿子 然后他没有让我们进去 并说大爷大妈 他们不在家 当时他们儿子态度 你感觉怎么样 态度感到很冷漠 5楼老人的儿子 对小楼所述不以为然 他虽然承认了 老人确实拿走过一些 价值不高的物件 但他认为 老人不会也不可能拿走 小楼的贵重物品 并对小楼将贵重物品 放置在门口的说法 持怀疑态度 儿子这句话说的吧 还是挺在理的 对啊 因为你会把你家贵重的东西 放在门口吗 你为什么不照顾好你的物品 他把贵重的东西 放在了门口 被人家拿走 这是他现在需要去证明的一点 如果他不能证明 他的单反相机电脑 放在门口了 那么人家说 我没有拿你的贵重物品 因为你说这话不可信 很明显 刚才的视频中 可以看到 他拿了我的衣服 还有就是蓝色 黑色的背包 他都据以否认 这个情况下 我是无法得到 无法谅解他的 没归还的财物 大概你算一下 折扯人民币的话 是多少钱 如果是折旧的话 大概是价值人民币 三千左右 三千左右 还没有归还 但是他们不还就不还吧 怎么还跟你打起来了呢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感到很费剑 这个事 你想 本来就是拿了我的东西 如果说纸箱什么的 咱说实话 邻居之间 你拿走就拿走了 我甚至不会去计较 但是反过来上门 竟然还把我给打了 我感到非常的 难以置信和困惑 你是骂他了 还是怎么着 咱们说实话 我完全的没有骂他打他 我甚至都没有还口和还手 我觉得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 就像我们留学生讲的 他是有主物 对不对 即便是我放在楼道的门口 他所有权也是属于我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可能五楼和13楼的阿姨的行为 就要构成非法占有财物了 如果说他认为 你这个是遗失物 或者是抛弃物的话 这就是我们另外两个点 那么说遗失物和抛弃物 那就肯定是到不了 刑法上规定的那种 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了 那么还有第四点 也就是说这个物品 到底有没有可能 是你的遗忘物 纵合刚才两位律师的意见 以及刚才刘先生的描述 我认为 结合这个视频资料 可以看出 在这个电梯一出口的时候 并不能发现 刘先生放置在货物架上的 这些物品 而且结合这些物品的价值 会补电脑 以及单反相机 或者是带轴的字画 还有无线的键盘 这些已经构成了 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 或者是数额巨大的标准 看来在这点上 我们律师有一些 小的分歧和争议 好的 我们看到 观察员们有话要问 来 连接一下第二现场 我们试着从一个 善意的角度来理解双方 这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当事人好像 这个还是神情比较凝重的 那您的内心 现在究竟有什么样的诉求 或者说您觉得委屈 这个心理的坎儿究竟在哪 我的诉求呢 首先就是第一点 当时我要求他们 对我进行赔礼道歉 第二点赔偿物品的损失 归还我的物品 第三点就殴打我的事情 做一个赔偿和解释 那您想过用什么方式来解决了吗 我一开始本来是想去正常沟通 但是沟通失败了 那我只好去走法律图件 我就先到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的意见呢 他说这个事情吧 其实算是邻里的一种口角 甚至很普通的一个纠纷 如果要处罚老人的话呢 也只能说是拘留三天 或者是罚款五百元 就是民警建于我们之间 是进行一个达成一个和解 形式上赔偿我五百元钱 然后我放弃法医鉴定 还有就是打人的这个事情的 进一步处理 我只是想给您提一个醒 就是因为我觉得 像这种邻里关系 如果我们能用人民调解这个制度 来很好的处理的话 我觉得可以不必动用 这个诉讼的和司法资源 所以我们的意见呢 就是一位50后和一个80后 是否能够将取消免恩仇呢 好的 感谢四位媒体观察员 他们的悉心的劝警 好 那各位律师 刚才呢咱们可能也算过数了 所以现在需要你们 就小了这个诉求 来拟定一个诉讼代理思路 首先针对我们刘先生的 这第一项诉求 是关于返还原物的这项诉求 那么能否证明 你究竟还有哪些物品 没有被返还 这个可能是我们接下来的 一个诉讼的要点 如果不能证明的话 您的这一项诉讼请求 可能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那么针对于第二点 您要求的赔偿损失 因为人身遭到了损害 那么能否证明在这个期间 医院是否给您出具了医嘱 来说明在您受到殴打之后 需要休养多长时间 您的物工期是多少 如果没有这项说明的话 那您的伤情是否达到了一个物工的标准 这个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那么刚才您也说了 这个物品的损失 大概的金额是三千 那么我想问一下 这个三千元是您自己估算的 还是您按照这个原始凭证 自己计算的 我是按照商品原来的价格 就是心理估算的 心理估算的价格呢 这个是不能够作为定案依据的 法律支持呢 两个计算标准 一个是双方当事人 能够就所应返还的物品 价格达成一个一致 如果不能达成一致 那么就需要法院委托专门的物价部门 来对这个价值进行鉴定 如果假设您这个价值是三千元的话 那么鉴定费有可能远远超过了 您这个反红物品的价值 您要考虑一个诉讼成本的问题 那么我通过四句话来说一下 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那么第一句话叫 不义之才不可得 那其实这句话应该送给我们 这个五楼和十三楼的这个大爷和大妈 那么说下一步你要做的就是 证明到底适当的物品有哪些东西 这个是你需要证明的 那么第二句话叫 有理还要让三分 第三句话讲的是叫 得要人处且要人 那么其实按照我们侵权者法的规定 如果说建筑物里面的搁置物 或者逮换物造成它人损害的话 管理人没有证据证明 自己已经见到了管理义务的话 其实还要承担相应的证 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 冤家易解不易解 也就是对于你这个事情的态度 我觉得建议都可以 是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 做这个案件 我们要打好了 做诉讼的准备 但是我们也要做好调解的准备 有一点我还在这里重要声明的是 对大爷大妈 这个邻里的相处要有界限 这也是我们倡道和谐社会的一个前提 你必须得明确了界限 才能有规则 科学 邻里之间经常出现一些问题 都是因为话感话 一言不合 这个有意的小船就说翻又翻 所以我想 可是跟我们小船的 女的关系不一样了 对 就是你都谈不上熟悉 有意 根本就谈不上有意 而且我觉得好像我们 更多的是害羞 有的时候打开门 发现对面出来了 好像也很尴尬 然后也很内敛 一笑就了之 还是要打个招呼 说出去了 出去了 以前的都不是商品房 都是单位分房 所以大家都相对来说 是个熟人社会 大家都住在一块 一个大院里 或者说很多烧菜 炒饭 它都是在这个楼道里边 你们是否真的愿意 代理这一起案件呢 请四位律师 将手放在我们的 暗灯器旁边 请思考 感谢二位 那现在我们的权力反转 由小刘认真思考一下 我们的王爽律师 和何永平律师 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位 做你的代理律师 我选择王爽律师 王爽律师 来自吉林省良智律师事务所 擅长领域 家族财富管理 企业家风险防范 好的 请王律师宣布这一份声明 并先自确认 本节目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支持播出 本节目以普法为宗旨 各方观点 均源于委托人单方陈述 不代表节目立场 不得因为他用 更不得作为影响司法机关 公正审判的依据 节目录制结束后 律师前往当事人所在地 与当事人刘先生 签订了正式的委托代理协议 并与对方当事人 进行了一次接触 对方表示 愿意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与刘先生的问题 相关工作正在开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